英曼富豪和慈善家比爾蓋茨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福布斯雜誌在他們公布的年度富人榜當中 微軟公司合夥創建者比爾蓋茨的財富目前大約是800億美元 雖然他在去年11月將15億股微軟股票 賄贈給比爾·梅林達蓋茨基金會 但他的財富自從去年以來仍增加了超過30億美元 墨西哥電訊大亨卡洛斯·尼姆埃勞以771億美元的財富名列第二 製身這份富人榜的最著名人物是美國籃球巨星米高佐敦 他因為擁有美國全國籃球協會的夏洛特黃蜂隊的經營權 以及內黑品牌的收入,在佣價值10億美元財富 福布斯雜誌過去一年內總共有破紀錄290名富豪製身億萬富翁行列 今年近25%的新富豪來自中國 一共有71名中國人首次進入富人榜,名列世界第一 美國57人名列第二 印度有28人名列第三,德國名列第四 榜上有名的1826名福布斯富豪當中 46人年齡不夠40歲 其中靠技術賺得財富的不足半數 今年新富豪的平均財富是18億美元 他們的財富總計達到5180億美元,創下另一個紀錄 這是福布斯公布的第29屆富人榜 我們到 brems近了 也是福利財富的那種 現在就開始了 在這裏下落實し 在這裏下落實力的日常 他的現在內 capital